东风17常规导弹 而这样怪异的弹头也直接证明了网络上流传的说法 我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已经服役了 那么高超音速武器究竟有多厉害 在未来战争中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弹道导弹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的重要战略武器 围绕弹道导弹的服役部署削减和销毁 美苏等大国之间展开了轮番的交锋与商讨 而导弹与拦截系统的交锋也始终不断进行着 随着拦截系统的迅速发展 传统弹道导弹的威胁正逐渐减小 包括爱国者三、标准、萨德等防空系统的铺开 战术弹道导弹起到的作用已经被逐渐削弱 而反过来 这也对导弹本身的突防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目前的拦截系统 传统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已经被严重压缩 各种针对弹道导弹特性开发的拦截系统已经日趋成熟 但如果改变导弹的飞行模式 从飞行路线上绕开地面拦截系统 不就能够突破拦截系统的防御了吗 事实上 类似的研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 不过在二战时期 显然没有什么导弹拦截系统 这样的研究 仅仅是为了在弹道导弹的基础上提高射程 1933年 德国科学家欧根桑格尔提出了将导弹发射到大气层外 随后在大气层边缘跳跃 像打水跳一样 在大气层边界上弹跳几次 就能够大幅增加导弹射程 这样的弹道也被称作桑格尔弹道 但这一研究尚未完成 纳粹德国就已经战败 相关资料被美军缴获 作为相关研究人员 当时还是美国国防部顾问的钱学森 作为代表之一 前往德国询问调查 这些纳粹德国的遗产 在对桑格尔弹道进行研究时 钱学森发现 桑格尔弹道存在着难以控制弹票规律 和难以制导的缺陷 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改善 钱学森认为 如果采用能够耐高温的材料 飞行器就无需在大气层外多次弹跳 只需要在大气层边缘滑翔即可 这样的弹道可以大幅提升飞行器的精度 并且能够以高超音速飞行 这样的弹道被命名为助推滑翔弹道 也被称作钱学森弹道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研究 也逐渐被再次重视起来 尽管高超音速载人飞机 至今仍然没有被研发出来 但相关的研究 确实已经应用到了 长龙五号探月飞船的返回舱中 起到了巨大的贡献 但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诞生 起源与军事需求 最终也仍然被运用在了军事用途上 早在20世纪90年代 美国就开始研究X-43高超声速飞行器 但最终失败 2005年 美国空军就开始了X-51预波折 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研发 并进行了数次试飞 不过 X-51的试飞只有两次取得成功 并且并未发展出 相关的新型高超音速武器 而后续的HTV-2高超音速飞行器 也仅仅试飞了两次 直到今天 美国也并未成功实现 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武器化 而本次东风时期的展出 无疑证明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 我国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作为无坚不摧之矛 在东风时期面前 各种传统的拦截武器系统都将黯然失色 当然 这种导弹完全是防御性质的 绝不会对任何的临近友好国家 造成任何威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